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萊卡拉DW 今天我們來為大家介紹全新的卡片 誇復武 這張卡片是全新的神竹巫女 那這張卡片可以每回合開啟 它的條件是你每回合要消除7粒的神竹符石 這樣就會減最多7CD 所以它本身是CD8 減7CD就等於是CD1 等於每回合之後就可以開啟了 那它帶來的增傷效益是全隊攻擊力1.8倍 這個倍率不算太高 不過光神竹的巫女也就那幾個嘛 像核仙菇 那再來就是夸父 那夸父它的CD是有點太長了啦 那現在其實這個CD不適合拼榜 可是像打那種輪迴的話就蠻適合的 它帶來增傷效益除了種族豬之外 還會有1.8倍增傷 我覺得算是以免費卡來講 是值得入手的一張 那它在CD8之後呢 其實CD8的巫女在之前還蠻常見的 像是孤禍鳥這些 對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技能 那這張卡片跟其他的常駐 不太一樣的是 它不怕附加效果消除 因為它是每回合-CD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它算是一張光神竹 還算實用的免費卡 那它本身是要跟西王母去做搭配 這是官方的官配 但其實它可以放進任何一個光神竹 光隊為主的隊伍都可以啦 像是三丈 它每回都幫你等出種族豬嘛 是可以放三丈 不過三丈本身的限制就是 因為光神竹 雙隊長就是光神竹 所以你等於是要捨棄掉一個種族 這個就不太適合 所以三丈我們就先不考慮 那光北歐 光北歐就真的是非常適合放進夸附的 因為本身就是以神竹為主的配置 所以光北歐我是建議 非常建議放夸附的 那再來就是西王母了 其他光隊好像光西亞現在不太強 所以有點可惜 那之後等到 嗯 等到那個誰 瑪雅對瑪雅前姐之後 說不定也可以放上夸附 這個可以再看 對總而言之光隊 光神竹的隊長還蠻多的 所以練一張是不吃虧 好那它本身跟西王母有一個隊伍技能 如果他們放進同一隊的話 只有夸附的置身 攻擊力有1.8倍 一直要注意喔 所以它不會分給西王母 這個1.8倍 我覺得這個還蠻莫名其妙的啦 好 那除非它把這個 夸附的三維的攻擊做到很高 那放進它才有效益 這個就要等 嗯 實際出來的時候才會知道 好 那再來是換到它的條件是 這個積分換點 那是久違的武術大賽 對這個好久不見了 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關於這張卡片的所有分析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卡片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按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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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東西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